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天津 如果你想找一个能让自己豁然开朗的地方 不妨到海河沿岸走走 绝对会不须此行的 这是海河狮子林桥 除了标志的桥头四座石石之外 在桥上不同部位共有大小狮子1177只 是名副其实的狮子林 师傅们在为沿岸的树上安装等待 在狮子林桥下 有一个东涌爱好者基地特别有名 他们常年坚持东涌锻炼 成为冬日里一套靓丽的风景线 现在时间尚早 人来的不多 咱们先在周边转转 在座椅中 如果饭肠的人 吃筭小仁 让你的烟炼 热炼 冬火 热炼 葱 热炼 热炼 这就是天津著名的大碑苑 据说大碑苑也是十方传法丛林 清康熙八年创修 当时有一百多间房子 几经扩建延续至今 现在的占地面积为4.2万平方米 禅院建有天王殿 大雄宝殿 大卫殿 玄奘法师纪念堂 红衣法师纪念堂等建筑 其中大雄宝殿内 珍藏有从魏晋到明清各代的佛 菩萨造像几百尊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寻生救苦 此大悲禅愿之命名也 这里还曾供奉过唐代名僧 玄奘法制的灵谷 玄奘法师的灵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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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